您好,我是昆仑流史,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咱们昨天呢,讲完了这乾隆初年的战队之战 其实我们也就只是讲完了这个战役 在这之后善后的故事很复杂 其实啊,直到这个大小金川之意,也就是咱们讲的一打金川呢 之后这乾隆皇帝才明白过来 到那会儿他得醒枪啊,这战队之战耗时啊 一年有余,损伤军兵过万,军费开支又何止是大几百万 军粮啊,就吃了一千多万斤 有人说你说这话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这军粮怎么能吃那么多呢,笼共才有多少人打仗啊 您可别忘了,这百人运粮啊,前线才能供给一个战士 川北藏南这道路实在是太崎岖了 难道说这前线的将士要吃粮食 运粮的陀夫,利夫们,他们就不吃吗 所以说才吃了那么多粮食 一打金川之后,乾隆皇帝针对战队之意 曾经有这么一句结论,我倒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乾隆皇帝说呀,镇斯战队不过一鱼小仇尔 既近战其地,一物改为郡县之礼 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朝廷统治这地方啊 当地的土司土著们不遵皇命,即便兴兵升讨了 但是升讨了以后,又能怎么办呢 能有什么变化呢 所以说呢,这问题就来了 这朝廷兴兴师动众的来打战队呀 那无非就是你乾隆皇帝,想打战队 打完之后又怎么样呢 还不是你兴师动众了,劳民伤财了 没有什么意义吗 战争以后啊,这的人呢,还是不服王话 你还是得交给这帮土司管理 依然呢,土司之间是大欺小,强凌弱 百姓们呢,生活不了了 升管资料得不到补充 仍然是下山的去抢,去做假吧 所以呀,打了这么一场 针对之战呢,对这一地区的百姓王化 民风,治安,任何改变都没有 那这是乾隆皇帝自己的感叹 是他以为,其实让我们看来呀 这乾隆皇帝连出口恶气都算不上 因为我们是知道的呀 而战队之意的主犯 也就是下战队吐司帮滚 压根就没死 本来呢,揭秘这个帮滚的结局 应该是咱们连讲这个一大金川 再把这帮滚的结局带出来 哎,可是我琢磨着不好 哎,这样呢,不连贯 听着没有意思 所以今天呢,咱们发一小段故事 把这帮滚的结局啊 一口气讲完了,咱们在雪域佛国里 又把这战队之战 大小金川之战带出来呀 我就应您了,咱们不讲战争 所以呢,昨天咱们一集 就把战队之战讲完了 咱们呢,得深挖他背后的故事 那得嘞,咱们接着上文书聊 战争结束以后 川山总督庆复 哎,就给皇上啊 做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他跟这个皇上说呀 这个西北打仗啊 最让人难受的就是碉楼 这碉楼啊,一手难攻 都建在山势显耀之地 这帮藩贼啊 通常都藏在碉楼里 天朝大军攻克不破 并且对我军能够造成极大的伤害 那么说这碉楼什么样呢 庆父在旨意当中就说 西北垒石为防 其高大看西之者 约驻雕 其重重枪眼高至七八层者 约战雕 各吐司泪然而沾队雕皆为甚 请每年统辖吐司 分段击查 卓亮拆毁 似乎再建新雕 不得超过三层以上 看来这乾隆皇那是采纳了他的意见 逐渐的把西南地区的战斗型碉楼啊 哎,就都拆毁了 您到现在呀 去这个金川 以及这个沾队地区 哎,就是祖国的西南地区 康藏地区 您所见的这些碉楼啊 哎,那多数呢 都是漏网之鱼 原来的数量可比现在多多了 这庆父呢 向这个乾隆皇帝奏报 帮滚 及家人 并恶魔劳定 将错待等 一起烧死 这乾隆皇帝呀 压根就不信 战争结束 乾隆皇帝 加封庆父为大学士 准备调回京城重用 可是心里呀 这割的还是解不开 于是这皇上耍鸡贼呀 就发了一刀秘纸 给谁的 新任川山总督张广四 这张广四是什么人啊 张广四啊 是雍正朝的旧人 是雍正皇帝 在西南得利之人 最初啊 和这个雍正朝 第一大能臣 厄尔泰 在西北啊 推行雍正皇帝的新政 哪项新政啊 就是改土归流 后来到了乾隆朝 乾隆皇帝 认为厄尔泰的改土归流啊 干的比较激进 所以呢 就放缓了脚步 哎 这厄尔泰是调回北京了呀 张广四就留在了西南 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 让这乾隆皇帝还重新认识这位老臣 并且重用了他 什么事呢 就是平定了苗疆之乱 那这张广四原来在云贵 这怎么一下子又调任 闪干做总督呢 那是因为这战队之弹呢 刚过去不久 这大小金川就又乱了 那有人说这乾隆皇帝不是雾透了吗 说这块地啊 发兵治理完了之后 还会回到原来那个样子 那怎么着 这大小金川一乱 这乾隆皇帝还得派兵呢 那是因为大小金川的事啊 远比这战队的事啊 又麻烦的多 据这个巡抚鸡山上奏 大金川吐司沙罗奔 侵占 隔不时咱吐司地方 彼此仇杀 又夺一只 小金川吐司 责亡一信 这前半句啊 没什么 前半句是什么呢 说大金川吐司沙罗奔 占了这隔不时咱吐司点地儿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这吐司之间的大七小强凌弱 这种事儿很常见 那第二件事儿 乾隆皇帝就不能忍了 这小金川呢 本身有吐司 吐司的名字叫泽旺 这泽旺啊 那也是朝廷的无品官 朝廷给这个泽旺啊 有安抚史的印信 这大金川吐司沙罗奔 用计谋啊 就夺取了这个泽旺的印信 那他本来啊 就是这大金川的吐司 那现在呢 这两个地儿的吐司印信 都在他一个人手里攥着 等于是他一个人呢 做了两个官 这朝廷王法能容吗 这里边其实啊 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啊 咱们今天呢 一带而过 不忘戏了讲 那咱们今天主要任务呢 是得把这个下沾堆的吐司 帮滚挖出来 乾隆皇帝这才决定啊 再进金川 金川呢 这回就不太容易了 打过了战队之后 这乾隆皇帝 明显清醒的认识到啊 这打金川呢 比打战队还难 再用原来的办法 启用原来的将官是不行了 于是一到圣旨啊 加封张广寺 为经略无省军事 调任川陕 主理大小金川战役 这乾隆皇帝 旨意里边啊 写的明白 你去啊 不光是打金川 还有一件重要的工作要交给你 一定要调查清楚 帮滚死没死 如果没死 下落何处 皇上原旨说呀 从前大学士庆夫奏声 帮滚及家口病 恶魔劳定 江测太等 一起烧死等语 情节甚是可疑 令而到川之时 详细查访 那既然皇上交代了 这张广寺啊 肯定是一指照办 张广寺啊 到了四川之后 这仗打的是稀里糊涂 为了掩饰这仗打的不利呀 哎 他在这件事情 给这个皇上查办庆赴 这件事情上啊 他倒是干的很认真 没过几天呢 他就派了一个人呢 到北京去述职 实际上是给乾隆皇帝 送去了一个人证 这个人证叫什么呢 是打战队的时候啊 一个参将 名字叫做袁世林 这袁世林 到了北京之后 这乾隆皇帝自然明白 这张广寺把他派回北京的意思 于是啊 就让内阁学士详细的询问了袁世林 当年啊 攻克尼日寨时候的情形 那不是这袁世林 关键吗 关键 因为当时啊 这尼日寨大火 放火之人 就是个袁世林 没有这把大火 也没有这下战队之意的大劫 袁世林的问话答对 有一句话相当关键 是这么说的 庆父奏报 与搬滚一同烧毙 尼日寨之江挫泰 未从烧死 向江挫泰同在一处 比一位烧死 那其搬滚 必为其烧死 他跟皇上说 这庆父啊 给皇上的奏报里边说 和这个搬滚一同烧死的 还有他的兄弟 叫做江挫泰 这江挫泰呢 就是尼日寨的寨主吐司 说这个江挫泰啊 没烧死 那很显见呢 搬滚天天跟他在一起 搬滚也没烧死 这乾隆皇帝听完呢 他深知啊 自己确实 让这个庆父 以及一般武将给糊弄了 于是呢 下决心彻查 可是这会儿 张广司呢 也有点为难了 这张广司 现在是一封都府 但是这官职 并不如庆父 庆父已经有名职 是大学士了吗 虽然呢 他现在啊 还留在四川办差 但是身份上 比张广司高了 可不是一星半点 那江挫泰 你跟他说啊 你啊 放心的查 哎 你是给朕办差 有什么事啊 朕兜着 就这样的张广司 才放心来继续查 这个庆父一案 没几天 他又找到了两个干政 这两个干政 是两名土兵 一名啊 叫做西石抽 另外一名叫巴特 这两个土兵啊 是当年被这个帮滚啊 俘虏的 后来战争结束以后呢 又逃回到原来土司的身边 一审呢 这两个人说了 所以帮滚出逃的时候 两个人呢 就在寨中 所以这两个人呢 还知道一二 他们说呀 帮滚于如狼寨逃出 既往沙加帮寨中逆藏 这个大军呢 放火烧泥之寨的时候 帮滚压根就没在那个寨子里 并且呢 从礼堂方向 也传回消息来了 这礼堂方向 有一位兵丁啊 跟这个自己的提督汇报 他说呀 他听说帮滚没死 现在藏在哪呢 藏在金川 不过具体是哪个寨子 就不清楚了 没过多景啊 关于这件事的消息 又从四川传回来了 他说这个帮滚呢 压根就没出逃到金川 就在如狼寨 这乾隆皇帝听完了之后啊 这份沮丧伤心呢 就别提了 哎 这打了半天仗 这帮滚呢 不但没出逃 而且连离开自己的老巢都没有 依然盘踞在如狼寨 那现在就值得怀疑了 是不是这庆赋 和这个搬滚有勾结 那么真有勾结吗 真有 那这么一来啊 那这件事情 可就真寒碜了 大清朝的一方都府 封疆大立庆赋 并且这庆赋啊 还是皇亲国戚 在前线领兵打仗啊 不但怕死 而且还贪功 编出了贼手 已被烧死 这才有了这场战队之战的胜利 别的先不说 这妥妥的就叫做欺君 欺君 什么叫欺君呢 是欺瞒皇上吗 不是 是欺负皇上的意思 欺负皇上啊 那可就是死罪了 那么说这欺君之罪 他有证据吗 有 据当时啊 攻入这如朗寨的 一位副将叫做汪杰交代 4月13日渡江半夜到如朗 既是空寨 帮滚早已逃出 积闻恶目丁 一云必是隔江 看见烧寨 害怕潜逃 这乾隆皇帝听完之后啊 叹息了一声啊 战队一战胜利啊 胜就胜在攻破如朗大寨呀 哎 谁想到 攻进去的时候 这如朗寨里边 一个人都没有 不但如此 这汪杰还招出来一件 更害人听闻的事 这汪杰亲自替张广司带话 告诉帮滚 让这帮滚三年不可出头 也就是说这清军呢 攻入如朗寨 没见着搬滚 哎 这庆父就已经想好了 让这搬滚先躲三年 躲过风生之后啊 再出头 他好像皇上表公 说这个搬滚已人烧死了 哎 这叫什么呢 这叫有预谋之 齐军 汪杰还说呀 到了去年的六月 这搬滚没死的事啊 哎 整个清军绿营当中啊 已经传开了 这提督呢 在撤兵的时候啊 有一个总兵 叫宋宗章 他说呀 其实我早就知道 这搬滚没死 可是咱们也不知道 这搬滚到底藏在哪了 想逮呀 也逮不着 可是这川山总督庆父啊 已经把搬滚 这个烧死的事 奏报给了皇上 那现在呢 我们也没法再说别的了 那这件事情就更证明了 所有人都知道 这搬滚没死啊 只有乾隆皇帝 一个人蒙在鼓里 这回算是知道了 自己彻底受骗了 可是现在不方便发作 等着金川之意 打完了再说吧 咱们也知道 这金川之意啊 比起战队来 更是昏昏噩噩 一打就是几年呢 最后啊 还是复横月中旗 平定了金川 第一次金川之夜 以这个沙罗奔投降告终 哎 这搬滚一看呢 沙罗奔投降了 自己是不是也能投降啊 必定这个自己烧死 这事不是我编的 是您的大臣编的 我没死啊 再加上啊 这西藏的达赖喇嘛 以及这慧远寺的大活佛 达尔汉 堪布喇嘛 都向这皇上啊 给这搬滚求情 这搬滚呢 还把自个的一个儿子 送到喇嘛庙里边 哎 出家了 让自己的儿子啊 整天给自己念经赎罪 这皇上一看呢 哎 这搬滚呢 还算挺真诚 再一想啊 沙罗奔我都饶了 干嘛还要非弄死你呢 这搬滚呢 还挺客气 给皇上写了封信 哎 我估计也是找了一位 当地的有识之士啊 替他写的 他说呀 我本来应该到京城啊 给这皇上请安 在皇上脚边呢 叩首哭罪 可是罪臣我呀 没出过斗 怕把这个有害病菌 带到关内 带到皇上身边 所以说呢 我呀就在这个家里边 向北京城的方向 天天磕头 也算是臣我谢罪了 皇上一听啊 就这么地吧 那么这罪回扩首庆赋呢 这皇上说呀 这庆赋也应该明白明白 把所有举报他的证据 郡宗拿给他汉 然后加恩 那什么是加恩呢 就是赐自尽 那咱们针对之战呢 主要人物的结局呀 咱们也讲完了 这里边还是和这个 藏传佛教的喇嘛有关系 乾隆皇帝得出一个结论 几乎啊 就对藏传佛教的这些活佛 大喇嘛们失去了信心 那这是什么结论 又是为什么呢 哎 咱们精彩回幕就在下篇 一打金穿 咱们明天 接着聊 5票 2票 4票 5票 6票 2 Page 17 estens 6 sav 1 e 5票 衣 都 6票 7票 5票 6票 索 7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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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